身体的引导关系大家会出现一个误区是什么 你们下面去把你们的手放在后面 你把你的意识去放在你的胸腔和狠格膜这个位置 你下面让你的胸腔去转动 胸腔去转动 当我们的胸腔去产生转动的时候 我们的肩会不会转 和你下面去把你的手放在那 动肩 胸腔会不会转 会 但是他觉得没有你胸腔转的意识多 我看到没有 所以你们每一次是怎么样 你们肩的感觉都是在想这一块走了 但是你没有让我看到你的身体是在积蓄的 我只要说你都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你们在每一次去转轮那下 你没有让我看到你的爆发点在哪里 就用我说大家有领转吗 有 但是它产生不了什么 引导 身体的引导 产生不了身体的引导 你们都在猜一把 产生不了身体的领转幅度 产生不了引导 你们领转是为了干嘛 快速是为了干嘛 你怎么样才能让它快速 我都把话都跟铺垫到这了 你是为了蓄力啊 如果说我们在每一次我的for one for end的位置 我只是让我的手皮去产生引导 你看我的身体有领转吗 所以说我每一次 我去到达我们的end的时候 我让大家去感受什么 感受了是你的整个怎么样 横格膜找你的胸腔这个地方去往后转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骨盆 是不是怎么样 锁住的 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在产生领转的时候 它是会有一个领住的力量 你也可以理解为我要蓄力 因为我们的所有转动是低位转 所以一定是把重心放下去之后 让我的上半身持续往后 产生引导的位置 这个身体是不是领住的 然后怎么样 直接想你的阻力腿怎么样 发力去炫一下就行 所以说我们的所有领转 都是为了搞什么